等了兩個月,中學民平市終於放榜了 是的,昨天考評局公布了今年考生成績相當不錯 有3乘5的考生考獲33222或以上的成績 達到入讀本地大學的最低門檻 今年作員有六位,分別是三男三女 他們來自聖保羅男女中學、秘利羅氏女子中學、 黃隱書院、民生書院和拔萃女書院 他們全部都有二讀二課 來自黃隱書院的藍藏學員蔡惠澤 在學校接受老師的祝福 對於考獲7科5星星 蔡同學說除了開心,也感到驚喜 她希望可以入讀本港的醫學院 其實我最初沒想過會去到這個分野 我希望可以入讀醫學院做醫生 其實整件事是,因為我希望可以去 因為我的存在幫到世界少少 達成這個願景去做到我這個想做的事 那就會令到我去,就算是文凡姐 就很艱難我都會繼續去迫自己去進步 另外,來自民生書院的梁冠康 成為該校自2012年推行DSE後首位狀元 梁同學說考試期間壓力很大 感覺在首科開考的中文口試中失守 所以沒有預計自己有好成績 在研究時都失眠了,因為壓力很大 因為中英文是連續四天這樣考 我那四天全部都失眠了 其實我一開始都沒有期望會這樣考得好 所以其實有點驚訝 她的父母今天亦有到校 媽媽說覺得很感動 很感動,很感恩 不知為何會這麼幸運 她自己想著不是那麼好 又比她考得那麼好 可能都是基於平時 因為我看她都很勤力做那些 PASS PAPER 那些練習,日子有功 梁同學本來在大學聯招 分別選選修讀醫科和藥劑 但她說經過文凡士的洗禮後 決定按照自己的興趣改變聯招選擇 希望入讀牙醫學科 Live TV記者 徐家信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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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